议员王力宏和李静蕾离婚后,两人直接闹翻丝破脸,再加上李静蕾毁灭式的发文,爆料王力宏的私生活,以至于形象全会,演艺事业一度中断,而两人如今在美国法院的离婚诉讼判决出炉,但双方又各说各话,透过律师隔空交火,其中包括王力宏律师指出,很遗憾有人一直将过错全部推给他方,而李静蕾也不甘示弱,请律师发出声明澄清。 王力宏律师叶伟利第一波声明指出,很遗憾有人一直将过错全部推给他方,王力宏先生在纽约法院提起离婚获准,法院并无认定王力宏先生在离婚室友上有任何过错,而是两造基于合法离婚协议书判准,王力宏非常感谢美国法院成全,终于结束与李小姐在婚姻上的纷扰,反倒是,李小姐一离婚协议书已经取得庞大财产,后续又与美国诉讼中另外要求1000万美金的巨额主张,导致本件审理时间不断拖长,为其请求� 新遭纽纽约法院驳回,纽约法院在判决中也明白表示,李小姐另行在台湾提起诉讼,且故意将两人婚姻问题公开诉诸媒体,亦是驳回其请求之原因 另关于家人的费用,纽约法院判决指出,由台湾法院作最终决定 王力宏律师叶伟利的第二波声明则表示,避重就轻,颠倒事实,甚至以花结木,以向是李小姐惯用的手法,尽可反过来指责,王力宏先生无奈,仅能说明如下 一,纽约法院从来没有说王力宏先生在婚姻中有任何过错,所谓,王先生是过错方,是极其严重的不实指控,不容混淆视听 二,纽约法院判决王力宏先生负担律师费,是因为双方离婚协议书的履行需要在一个合理期限内 但王力宏先生因为李小姐额外提出一堆请求,而导致如何给付有争议,只能交给法院判断 据例,李小姐无端地主张双方投资账户于市场波动损失,竟要王先生一人承担 而纽约法院审卓后也认为,李小姐请求并无依据,驳回其主张,并指出,被告,李小姐,自己的行为 包括她将夫妻间的纠纷公诸于众,以及在本法院确定纽约无管辖权处理部分事务前,就在台湾提起诉讼,都被视为延迟此事件的原因 三,李小姐称,共同提交美国法院这件事,其说词甚为荒谬,纽约法院还是有原告方,被告方之分 王力宏先生在纽约法院就是原告方,这是一个贴的事实,不容李小姐以共同提交,混淆视听 纽约法院也于2023年6月23日财政王力宏先生请求离婚,这也是不争的事实 四,并且,李小姐在离婚协议书分得的财产,是婚姻中王力宏先生用自己的资产权数出资 如果这样还叫没有分财产,那李小姐分得巨额的投资账户资产和加州房产,哪一个是李小姐自己出资,一直强调没有拿钱,又是出于何居心,实在无奈 五,另一离婚协议书,无强房产已经无常公李小姐居住,且李小姐自己在媒体上公开拒绝受赠无强,难道都忘记了,提出此事混淆视听,实在不必 六,关于李小姐否认在美国诉讼中额外提出一千万主张,请问李小姐要求提前支付750万美金的家人及教育费用 要求支付股票账户市场损失近260万美金,哪一个不是额外请求呢,是不是加起来一千万 七,更荒谬的是,所谓教育费用是李小姐以家人的名义,要求王丽红先生资助李小姐自己的补习班 王丽红先生不舍以借学龄家人迟迟未能进入合法学校体系就学,已经向法院申请让家人合法就学 期待李小姐可以遵守美国的离婚判决,并遵守台湾法院裁定,维护家人最大利益,谢谢 对此李敬蕾律师陈建州回复,对于王先生连诉讼的事实和法律的判决都能颠倒是非黑白 做出这么荒唐的莫须有的指控,实在感到不可思议,如果连司法的事实都能够捏造,世界上就没有正义可言了 一,首先,王丽红先生和李敬蕾小姐是合一协议离婚,双方于2019年签署离婚协议后,共同提交美国法院,近日获得美国法院准许 二,美国法院判决,王丽红先生作为过错方,必须赔偿承担李敬蕾小姐因为她的过错而产生的律师费用,这是法院白纸黑字,显明的事实,无庸置疑,不容任意扭曲 三,由于李敬蕾小姐之始至终都主动放弃争取任何属于王先生之财产,所以李小姐并没有,因为离婚而取得王先生任何一毛钱的财产 就连王先生于2021年12月20日左思右想的道歉文当中,所称,你们住的房子我会过户到你名下,那栋房子,现今也依然在王先生的名下,并没有过户给李小姐 四,李敬蕾小姐也从来没有,与美国诉讼中另外要求一千万美金巨额的主张,本件审理时间不断延长的真实原因,是因为王丽红先生于2022年7月6日美国官司败诉后,于2022年8月5日向美国法院提起了上诉,并于2022年8月31日向美国法院提起了不愿依照协议支付家人抚养费内容之申请 王丽红先生方才在声明当中,公然说谎,扭曲事实的行径,已经触法,过错方竟然还可以这么嚣张的公然造谣,捏造事实欺压受害者,天理不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